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信义区国业里里长张云娥 是的 与这个张里长访谈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国业里介绍的VCR 闹钟取静的信义区国业里 单纯的社区住宅让这里人口相当密集 尽管辖区内没有绿地与公园 不过在张云娥里长上任之后 积极开设各类社区课程 张里长希望借着活动中心的小小空间 能够聚集里内的向心里 那只是想说营造一个很温馨的社区 那因为这个里都没有那个公园 也没有很多的资源 所以只是想说一个单纯的住宅区 看能不能有一些活动 一些课程这样子 张里长原本是博爱国小 以及新亚国中的爱心妈妈 随着儿女的长大之后 张里长决定挑战更艰难的任务 就是服务社区内的居民 如今愿望达成 张里长希望在这四年的时间 为社区带来新气象 就是在我们的街头巷尾 然后办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型的活动 然后来凝聚那个大家里 那个里民的那个相心里 相当重视妇女权益的张里长 上任之后一改活动中心 多给银法族使用的观念 号召社区妈妈开设多样的幼儿开发课程 张里长认为这样也等同替忙碌的社区民众 分担教养孩子的责任 目前有那个歌唱班 还有插花班 还有我这边蛮特殊的 有几个家长 然后组成的一些幼儿开发的课程比较多 那在暑假的时候 我们大概几乎每天都有小朋友的课程 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都在当爱心妈妈 所以小朋友的这个课程 是比较受欢迎的 目前台北市有越来越多女性朋友担任百里侯职务 张云娥里长就是第十一届里长中的新面孔 全新的服务理念让里民相当认同 也代表居民对于国业里的改变有更深的期待 看完这段影片我们知道 其实张里长当初来竞选这个国业里长相当的不容易 而且本身又是一位女性同胞 各位跟我们谈一下 当初其实在这个影片当中有提到说 你当初是这个博爱国小还有新亚国中的爱心妈妈 那做着做着之后呢 就开始要挑战这个我们这个服务社区里民了 可不可以谈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来竞选我们这个国业里里长 因为那个我家庭关系就是全职妈妈 那全职妈妈的话呢 就是陪着孩子一起成长 在学校呢担任那个导户妈妈 故事妈妈 然后社区的活动 然后进而当然呢 因为事情做多了 参与多了 那个社区的家长都有看到 就说那个李妈妈有在做事情 然后就参加了家长会 然后就可以多协助一些人 就是学校跟家长之间 然后就被选为家长会长 所以也主要就是基于服务里民 服务社区民众的一个很热忱的心 对 然后那久了以后就随着孩子成长 家长会就从小学国中到高中都在社区里面 就受到一些社区家长 社区的邻居的鼓励 然后就想说出来服务更多的人 就选了那个里长 那里长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国业里人口数很多 因为其实就主要是我们这个新医区的这个住宅区 其实住宅区也是蛮单纯的 但是其实国业里好像就是比较没有这个空地 所以里长是不是一上任之后 就把这个你的这个礼办公室 就当成是我们这个国业里的这个活动中心 非常的善加利用 可不可以说一下 就是您是不是也看到说 我们国业里的一些之前的一些缺点 那你上任之后就是就马不停蹄 立刻就是把这个活动 把这个办公室当成活动中心来使用 国业里它没有绿地 没有基林地 它只有在松德路上面的那个路边 跟中间分隔岛有那个树木 所以是非常的贫乏 它四四方方的 因为它除了周边松山路 松德路跟信银路六段 它是商业商业店住家商业宅那个 然后其他的70%都是四层楼的公寓 旧的住宅区 所以一点活动的空间都没有 那在任内上任以后 马上租下那个里民活动场所 就把里民活动场所当作是 里民汇集聚集的地方 然后就开课 然后让更多的里民来这边 有聊天 有休息 然后可以欢乐的地方 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年来 里长办的活动生的相当的多 像一开始的有这个幼儿的这个潜能班 就是有这个妈妈 这些妈妈带着自己的 大概学龄前的儿童来 对 上这个潜能班 然后再来就是歌唱班 然后还有我们的插花班 然后甚至还有这个冤极舞班 然后最近也办了一个 这个喇叭周的活动 其实持续都有在办 其实可以算是说这个 让这个里办公司凝聚 我们这国业里的这个 里民的一个向心力 你觉得这四年来 这样办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活动 你觉得是不是真的有抓住一些里民 就是可以对这个社区 能更有一些向心力的感觉 有 那那个其实 开课在里民活动场所 我积极的开课就是 其实就是要拉近大家之间的关系 目前为止我有歌唱班 每个礼拜二下午 然后大家来这边欢唱 然后以歌会友 又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所以大家就非常喜欢来 然后礼拜五的早上 圆集舞班 圆集舞班就是歌唱班的老师 因为他身材非常的好 其实看不出年龄 又会唱歌又会跳舞 身材又好又年轻 然后大家同学询问之下 才知道说老师有在 早上有在跳圆局舞 然后我就游说老师 就在我们的办公室 虽然我那边没有公园 没有绿地 可是我还是利用 我们的那个礼办公室的人 然后人不多 可是他们非常的勤劳 更增加 又更进一步的凝聚了 那个同学们之间的友情 那插花班也是 插花班是每个礼拜五下午 那下午的话 那个插花真的 每个都是非常有艺术 那要有一些审美观念 然后爱花爱草的那个人士 然后那些也是婆婆妈妈们 然后大家都又凝聚在一起 随着那个每个礼拜 这些课程拉近距离 大家就越来越知道 其实有很多活动 我办一些母亲节 中秋节这些大型活动 然后大家都知道说 你办公室在做什么 他们就会更投入 还有一些志工参访的行程 然后都可以拉近 彼此之间的那个感情 我想这个善加利用空间 相信是我们这个 做这个台北市里长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其实台北市的空间就是这么的大 那像有些里像我们国业里 就是比较空间比较少的地方 那里长可以善加的这个利用 真的对你们来说 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这个活动场所 那再来就是其实想问 其实里长其实今年这一次是算 第十一届的这个里长 是我们比较算新面孔 是我们第一任 那您觉得在这四年当中 其实也来来回已经做了四年 一开始我想一定有碰到一些挫折 那当中其实应该有苦有乐 可不可以谈一下让您比较难 做里长这比较难忘的事情 难忘的事情 其实刚上任摸索 非常的辛苦 因为完全不同的领域 大家都是第一次 就我第一次当里长 完全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只是有一股的热忱 然后就想说就马上投入 那当然就碰到很多 介于去公所必须要我们执行的地方 可是里民之间沟通的桥梁 很多挫折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扫除 因为刚上任的时候 刚好也是在一月份过年前 然后那个大扫除 因为平常家里打扫空间很有限 再扫也是那些 可是一个里 一个里打扫下来 真的又要带动我们的领长制 还有去大家人手一只扫把 去捡垃圾去那个 才知道说原来打扫是非常辛苦的 只是打扫环境 因为整个前面巷子 由清洁队帮我们清理了 那当然我们要打扫的 就是看不到的地方 看不到的地方呢 就是尤其后巷居多 那在后巷里面呢 它就真的是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 大型的废弃物啊 车子椅子 然后连沙发连什么那个想象不到的东西 乱七八糟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天一个上午下来 将近花了四台清洁车才把我里内的垃圾带清光 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然后可是很有成就感 现在走在后巷其实都可以逛街骑脚踏车 然后那比较困难的 这个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比较困难的就是那个后巷美化工程 我现在已经完成里面三分之二的后巷美化工程 那在美化工程当中最重要的也是要沟通 因为后巷它是属于私地 私人的用地 那有些住户李明他把他站为己有 整个都把他就是隔起来 那现在要整个打掉 那他们就非常的心里不舒服 这个在沟通 而且我比较喜欢和谐 我希望说能够进一步的沟通李明 然后让李明来相信说 其实我们政府机关 我们上面是愿意 李长是愿意来协助你 让你的居住环境是非常清洁干净的 那我想这个李长也是透过像一些 像刚才李长提的 就是这个清洁工作 甚至像当这个李明的这个沟通者 我相信对这个李长来说 都是您在这四年内 一关一关的这个课题 那既然有这个有苦就有乐 那我相信当李长一定也有一些 这个很开心的事情 那可不可以替我们来说 诉说一下 很开心的是当就是我都会有 每天都会就是在李办公室接电话 那就是会有一小段时间 会在李内巡视 最开心的当然就是每个看到我都说 哇你怎么越来越年轻了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对就每个都看到我就如同家人一样 然后都会给我抱抱啊 然后就说李长变年轻了 这是我最开心的 这是我的精神粮食 我想就是服务最乐啦 我觉得李长一直这样做这个默默耕耘 付出的这个关怀 其实也感动到这个李长周遭的人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张李长的这个开心 还有这个青春洋溢的气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进行下一段的节目 过马路不当低头足 脚步快一点 安全多一点 车上路人快步 生命有保护 爸爸 这是我要送你的礼物 我们一起去走走吧 爸 医疗用电动代步车 要在人行道上使用才对哦 那没有人行道呢 要靠边行走啊 爸 过马路也要记得走行人穿越道哦 以后啊 可以自己出去了 对啊 早上八点多的时间 佛教团体与国夜里的志工妈妈们 就忙着把准备好的生米 红枣 莲子 米豆 红萝卜 素肉等八项的食材 放进大锅里熬住 原来是在佛头节这一天 国夜里张云娥里长举办 喇叭粥饷宴宴 与佛教团体准备好 三千份的喇叭贤粥 与社区民众共享吃平安 佛光山台北道场 因为是在我们信义区 松山区这边 那都一直有跟我们合作 都有煮辣八粥 寒冬送暖 来给我们的礼民 然后给我们结缘 给各位礼民祈福的 一种象征 也是希望老者能够出来 走一走 晒晒太阳 然后领取这个 我们台北道场 那个这些师兄师姐的 祈福的那个辣八粥 然后大家吃了一年都会平平安安 佛教团体的志工负责主舟 国业里的志工朋友则负责盛装与分送 早上十点一过 张领长则依照顺序分送给排队的街坊邻居 让李明觉得被感窝心 这个时候有发那个辣八粥 我觉得也蛮好的 就带来那个孙子来 来一起来拉 在中国来讲是一个好像是保平安的意思 就是一个那个岁末的一个时候 希望来年是一个保平安的意义 国业里与佛教团体举办的免费辣八粥响宴 今年已经举办了第三年 尽管周里的食材不能媲美大鱼大肉 不过借着活动让李明团聚 并且在寒冬共享热食 也让繁忙的都会区增添不少的年味 欢迎回来区里大小调的节目 在VCR当中我们看到国业里 在农历的12月初 办了一个这个辣八粥响宴的活动 里长这个连续第二年 第二年还是第三年 第二年连续举办这个辣八响宴是免费 而且好像当天就成了大概三四千份的粥 让这个李明一起来享用 我想这个也一定也是 这个凝聚国业里的一个向心理的方法 对不对 对 其实大型活动 我们就希望所有的李明能够走出来 然后其实很好玩的是 都知道 都看过 可是不知道名字 那藉由这个活动 大家拉近距离 可以坐在一块聊天 然后而且可以交换一些那个心得观念 然后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同乐 这就是我办很多大型活动 有母亲节 有中秋节 有腊八粥 还有元宵节 然后非常多 然后再接着那个过年快到了 我还有送春联 大家来办公室走动走动 然后来传播一下欢乐的气息 所以很得到李明的认同 那我想里长办这么多的活动 最主要里长也要去做个很好的协调者 像这些所有的资源 就是您如果里长不去多多争取的话 我想李明应该也是都没有办法得到这些物资 像你说这个办腊八粥或是写春联 都是要找一些这个赞助的一些这个单位 那像这个部分您觉得是不是做里长的一个比较 一个比较算罩门的地方 对 这个赞助者说实在的里比较小 那李明虽然出来活动的还是有限 那因为上班族的我那边是属于旧公寓住宅比较多 占70% 那大部分都是上班族的比较多 只能借由假日 所以我办的活动都是在假日 那假日呢 大家才有更有多余的时间来 当然每一个活动其实最重要主要来源就是经费 那经费对我们里长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说实在的 我们的建设经费 然后里内的那个活动经费都非常的有限 然后我们那个里长都是 极技能的去对外求助求援 然后去募款 那就是一些小的那个小型的中小企业家 或者是我们有也有很多很好的店面的一些商家 他们都愿意来提供些微的东西 然后反正就一个极少极多 然后就可以办一个很漂亮的我们自己适合我们自己里内的一个活动 所以其实也是这个里长一直去向外界来做这个宣传 说我们要办一个活动 所以一直在募集相当多的这个物资 然后让里面能够获得 那可不可以说一下就是像您办这么多的活动 我想这几年来应该有获得一些回馈 那像社区民众怎么来就是说办这些活动有什么样的回响 回响啊 他们每个就一直问你下一次什么时候还要去玩啊 然后你下一次要不要办啊 当然要啊 我说这已经就变成我们国业里的特征了 象征了 这已经是已经算是我们一个大拜拜了 然后每个看到我都一直说 里长下次是什么时候 每个里民都很希望说最好天天拜年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里民的看到以后就会回味 我觉得这个也是让他们那个津津乐道的 可以闲话家谈的话题 所以变成说其实我们里办一些活动 真的是可以促进这个民众互相交流 就像刚才里长说的 有些可能都看过但是却叫不出名字 或许就住在你楼上或楼下或附近 其实透过活动就除了这个认识大家之外 也可以变成一个生活上一个很好的一个 回味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提到这个女性 当担任这个里长 我想一开始一定是要家人的支持 那是不是里长的这个家人们 是您最好的一个后盾呢 当初来选这个里长 是不是先生或小孩的部分 是不是都很赞成呢 这个真的就问到那个 刺痛的地方了 原先上面我的家庭分子非常的简单 因为先生是任于军职 然后那孩子当初都在读书 在我选里长的时候 都不支持 因为他们真大部分都觉得说 我很热忱 可是光热忱不够 那我自己觉得 以大家叫我出来选 看得起我 然后我就自己一股热忱的 想说选就好了 可是没有看到毕竟先生 他看到很多不同的 看到很多不同的点 不同的地方 不同面向 不同面向 然后他会发掘很多问题 那我们 因为我们是纯粹的家庭 因为我是纯粹的家庭主妇 然后那我比较不会想到那么多 我只觉得热忱就够了 其实还要很多地方 不赞成 可是呢 他们默默的支持 然后因为他现在刚好也退休了 那家里的家务事都是他在做的 然后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他就说他退休了 他可以来照顾家里 然后我可以专心做一件事 就是里长 那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好窝窝心 对 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后盾 让您这个无后顾之忧 来为这个国业里的里民 来争取各项的福利 我想真的是这个国业里 里民之福 真的 谢谢 那这当了这个里长之后 有这个无后顾之忧 那您对于自己 还有这个社序有什么期许 我想这个国业里 竟然可以说是 所谓的三不管 或是说可能这个空地较小 甚至好像在这个里内 我知道说好像有一个闲置的市场 好像这个市场其实也 算是比较没有在做这个经营也好几年了 我想这个好几任的里长 看起来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 那不晓得里长对于这些部分 未来要怎么来克服 因为那都是 那个是属于私有用地 那这边我们也使不上力 那因为那个 那个私有市场 它私有的那个商业大楼 现在闲置很久 那都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说跟商家店家做任何的 那个勾 那现在我希望说 我能够再开 再利用我那个礼办公室 剩余的时间里面活动场所 能够再开更多的课程 更多的讲座 我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健康讲座 因为其实现在健康 是大家的话题也非常注重 然后健康中心也愿意提供更多的资源 医生啊护士来里内做宣导 那这个是非常值得那个高兴的一件事情 把李明然后凝聚在一起 其实就是我中心的目标 所以我希望来年能够更多的课程 更多的讲座 来提供给李明做更好的选择 听到这个里长讲说 要这个周六周日要开这个健康讲座 我想李明听到了 应该会觉得真的很开心 因为就下可能下个楼啊 或是走一下就可以来听这个讲座 我想对李明来讲真的很好 就不会把这个里办公室 设限于某一个族群来使用 而且是像7-11一样 这个可能周一到周日啊 都永远都就是为这个李明而打开 那在这个活动这个节目最后呢 是不是李长对于这个未来 比如说可能明年你说这个要多开课程啊 那对于其他的部分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 或是目标要达成的 目标达成不敢讲 不过我在这边我要先说一下 谢谢我的那些领长职工们 其实他是给我最大的支持者 因为他们实际参与 然后不管是那个任何的活动 或者是班级 然后他们都非常的帮我投入 他们要贴公告单 然后还要帮我巡视 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而且里内也有默默在私底下支持的 也是非常的多 虽然他没空到李明活动场所 可是偶尔走在里内的时候 他都会跟我打招呼 然后都会跟我喊一声加油 这是我其实也是最大感触的地方 其实太多人在支持我 才会让我就是一直能够支持下去 那就是让我熟悉李正 他们都让我非常的快速熟悉李正 然后利用活动场所 所以这个是我要非常感动的 因为还有一些干儿子们 在里内认识了非常多的 那个年轻的孩子们 然后他们都把我当作自己的妈妈一样 然后在文书处理方面我也有了 在实际的那个参与 然后支持活动的时候 因为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是众人的力量 然后他们都这样子支持 所以是让我感觉到是最窝心的地方 我想就是里长的一个 这个一片热忱 就像刚才里长一开始讲的 就是说先生让你义无反顾的来 当里长我来处理这个家务 你好好的充这个里长 那像社区所有的好朋友 都是您的这个最好的后盾 对不对 那在节目最后 是不是还有什么有要补充的吗 比如说一些东西可能 以前没有达成 或是说未来也要达成 像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可以跟我们市政府的相关单位 可以来说一下 这个因为第一任 然后非常的之前 那我知道我自己做的还是不够完美 然后也是做的 还是没有尽善尽美 让很多李明能够来达到他的要求 可是我真的是尽力在做了 我希望我能够再加强我自己专业的部分 然后我会更弯下自己的腰 然后来充分的让李明能够完成他们自己的需求 然后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有这个使命感 然后来带领着我们的领长志工 一起来为国业礼来那个努力 守护我们的国业礼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张云娥领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确底大小调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里长 谢谢 谢谢 谢谢